香港影视剧曾伴随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,在过去的繁荣时代中,涌现出无数优秀演员,时光荏苒之间,暮色早已沾染满头,不如夕阳年华的他们,有些人还活跃在荧幕前,有些却永远地离开了,不免让人感到遗憾。 此前有媒体晒出老戏谷张之玉的近况,已经迈过古兮之年的她,脸上几乎没有岁月的痕迹,看上去就像四十多岁的人。 自从到新西兰之后,她的生活显然很是惬意,穿着打扮上也是非常时尚,脸上时刻都带着微笑,提到演员张之玉的名字,可能很多年轻观众不太了解。 但其实,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著名艺人,她拥有非常高的知名度,实力受到外界认可。 在星光璀璨的演艺圈,张之玉是相当独特的存在,她从小就有小儿麻痹,这样的身体条件不太适合在大荧幕中拍戏,不过凭借着自身的努力,她还是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 担任影视剧男主角之后,在舞台剧和导演方面也有涉猎。 1970年,她加入了TVB,成为演员,出演多部影视剧之后,在圈内开始享有名气。 其后,在《青宫残梦》中饰演光绪皇帝,自此一战成名。 走红之后,她并没有选择留在TVB,而是跳槽去了丽的电视,开始担任荧幕和部分幕后导演的工作。 在丽的工作期间,她参与了半生园、吴江儿女等经典剧集的拍摄。 在影视圈的名气越来越大,机缘巧合之下,张之遇离开了电视圈,幕后工作得到迅速发展,还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和成龙等巨星比肩。 可是很多时候,人生难免会出现意外,就在事业稳步发展期间,她遇到了备受打击的事情,她的哥哥走了。 兄弟俩从小就关系很好,张之遇出境时,也是在多人的鼓励支持下,才慢慢坚持下来的。 面对亲人突然离世,她难以走出阴霾。 恰巧在悲剧发生前,张之遇订购了去新西兰的机票,原本就是要探视同学,恰好利用这个机会给自己的生活放个假,怀揣着放松的心态。 她只身前往新西兰,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,此后长达13年的时间,除了日常工作之外,她基本都定居在这里,几乎没有再返回香港。 据她自己所说,这期间她依旧有工作,在当地担任主持人,她丝毫不会感到孤单,而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遇到了同X男友。 两人的感情非常好,他们从2009年开始就同居了,虽然没有正式结婚,但是彼此生活恩爱非常。 最初公布恋情时,外界的反应并不大,随着社会不断发展,大家对同X感情包容度很高。 只要彼此之间有真心,其他东西并不重要,对于她的粉丝们来说,看到偶像找到幸福,更多的还是祝福,同时也希望她能够继续工作,给大家带来好的作品,身体有轻微的残疾。 张之遇从童年时期开始,注定与人就有些不同,好在家庭氛围很好,成长的过程中又遇到了很多温暖的人,这让她养成了自信阳光的性格。 接受采访的时候,她坦言自己心态很好,不排斥别人送自己钟表,面对死亡和离开,始终保持着坦然的态度。 她家里摆放了几十个钟,一直想的时候,就像慢慢地交响乐那样,提醒自己,时光正在流逝,不过出于为好友考虑,每当有朋友做客的时候,她都会提前关掉响声,以免不慎,让好友之间的交谈被其他声音影响到,保持着这种心态。 每当有人送她钟表时,她从来不会生气,反而是当作乐趣和开心的事情,欣然收下礼物,早就定居在新西兰的她,在有舞台拍摄时,都会提前返回香港工作,对生活仍然保持着热情。 认真又敬业,2017年,张之宇联合多名实力派演员为舞台剧《小城风光》进行彩排,可就在排练期间,却发生了意外的事情。 乘坐首幅电梯时,她不小心失衡摔倒,被送到医院之后,头上缝了很多针,由于要忙着抓紧彩排,她连去医院拆线的时间都没有。 就这样,头上顶着伤完成了全部的工作,被问到的时候,她笑着回答说,就当是大放淤血,大难不死。 此外,她还透露之前就预测自己有血光之灾,现在看来确实应验了。 2020年,张之宇入行已经50年之久。 除了自身事业发展之外,她提携过大量艺人,在圈内的地位很高,当年恰逢她七十大寿,可以说是双喜临门的事情。 在这样难得的一天,她举办了群星慈善音乐会,让受赞变得更有意义。 当晚,她的得意门生都赶来为恩师捧场。 除了古巨鸡,袁文杰等人之外,长期居住在内地的何嘉进也罕见地赶往现场,专门去支持恩师。 在众多门生中,何嘉进无疑是最亮眼的一位,现身后就受到了多家媒体关注。 可见,她虽然多年未返岗,但人介犹在,作为丽地培训班的最后一批学员,何嘉进刚刚进卷就遇到了相当困难的局面。 当时丽地正在转型,准备更改为亚式。 内部工作非常混乱,很难有出头的机会。 张之遇在立的工作多年,当时已经担任监制,在公司有很高的话语权。 她看到何嘉进身上的潜力之后,给她找到了不错的影视资源。 在张之遇的帮助之下,何嘉进迎来了首部电视剧,在《大将军》里面露面,开启了演技生涯。 这让何嘉进一直感恩在心,每每提起恩师,都会忍不住感谢起来。 正如她说的那样,如果没有恩师的提醒,按照当初发展来看,她基本上熬不到成名之时,就挫败地退圈了。 正因如此,她一直将张之遇视为师父,后来证明张之遇的眼光没有错。 凭借着《包青天》这部剧,何嘉进火遍了大江南北,事业迎来了巅峰。 何嘉进成名之后,不忘提携之恩,师徒两人的感情让人羡慕。 只要是张之遇开口邀请,她都会如约赶过来。 在慈善晚会上,何嘉进更是千里迢迢赶过去,在现场开口演唱,给足了师父面子,同恩师的发展相同。 近年来,何嘉进也开始逐渐退圈,几乎没有影视作品。 在惠州之后,她还开始发展食品生意,转行成为了企业老板,生活过得有声有色。 接受采访的时候,她坦言自己很少有时间回香港,不过每当过年的时候,必定要回去过年。 在拍戏方面,已经十多年来未拍戏,如果碰到优秀剧本的话,不排除重新复出。 师徒相识近四十年,彼此都找到了热爱的事情。 生日会上合照时,两人亲切地靠在一块,关系依旧如初。 此前,张之遇再次回到香港,为自己指导的舞台去做准备。 可是不幸的是,四年前的悲剧再次发生。 当时刚刚结束二十一天隔离的她,心情非常的好。 没想到出酒店门时,却不小心摔倒了脸,直接摔倒在地上,就留下了两寸的伤口。 回忆起那天早上,张之遇仍然心有余悸,她表示自己走出酒店走廊时,发现忘记带身份证了,于是就用脚顶着门,身体跃进去拿东西。 谁知踩到了雨衣,直接扑到门边,等反应过来的时候,感觉满脸都是伤口。 不得已,她走到了酒店大堂,向工作人员寻求帮助。 当时对方说带她去医院,可被她直接拒绝了,最终在朋友的陪伴下。 她前往附近诊所处理伤口,看到她的伤口之后,医生表示要逢时针,处理过程很是难受。 不过,张之遇的心情未受到影响,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,还幽默地做了自拍。 此后,她向媒体透露,早在返回香港之前,就有看向师告诉自己平时行动要多加小心,可能会有血光之灾。 没想到再次应验了,如今已经71岁的她度过了漫长的人生,经历过挫折和巅峰,心态早就成熟。 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 在张之遇的人生中,先是经历了哥哥往生,后来父母双亲又相继去世,开始步入晚年的她也处于生命里后半段。 正是经历过这些事情,让她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。 她开始珍惜剩下的日子,用悠闲的时光创造出更多的价值,为自己和观众带来有意义的色彩。 自己做不好,就不要向别人要求。 这是张之遇母亲告诉她的话,也成为了她毕生的宗旨。 直到母亲已经去世之后,深深影响了她的思想。 每份人生都是精彩且特别的,同很多艺人比起来。 张之遇的出生并不优秀,她因为身体有些残疾,生活受到不少影响,特立独行,心态平和,贯穿了张之遇的人生。 包括对爱情的理解,她也更注重心灵沟通,超出了世俗意义。 对感情的态度,她还是凭借着满腔热情,将缺憾变成了生命中的花朵,用更加强大的光芒,照亮无数人的生活,这时连缺憾都变得特别了起来。 giving橮护菜 由于凡凰 在菡营上设计韭 Laurent 運作 창 请勿voy 感谢观看